我不是一个好演员 我只能靠真心实感带动我自己 然后我看到那个小金人的时候 就平时这么多年积累的 坎坷或者困难 那些都释放出来了 他这个作品特别棒 可能观众会觉得前面有点闹 其实呢 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 在呈现做一个演员的一种艰辛 我觉得他最后那个底呀 就是真实的一个演员的心声 他特别打动我的是最后小丑 小丑一直是一个笑脸 但你永远不知道 他笑脸后面是藏的是什么 也是喜剧人 内心都会有一些悲伤 他永远是隐藏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过来 你弄我一下子 好香 一块演戏累不累 就是没有预料到 原来就是做一个喜剧 真的要这么这么地认真 才可以执行下来 昨天排练的时候 白老师在这儿做那个动作的时候 我真的是眼泪一哗就下来 特别感动 就作为一个喜剧人的执着 谢谢赛琳啊 谢谢 谢谢 谢谢